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今天我会用到两个瑜伽动作来帮助大家每天五分钟让背部疼痛远离你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叫躯干侧身展示 我们在这个做中的之前我们可以坐着坐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半个桌的椅子上都可以去坐 那我们坐不直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还是我用到我们的瑜伽装 或者你家里的抱枕都可以垫在屁股下面 将你的腰背要立直了 整个脊柱向上立直之后双手手指放回身体两侧 腹部收紧 吸气的时候我们从右手臂吸气 手心向上向上抬起来 大臂尽量去贴着耳朵 继续向侧面去伸展 去感受整个侧央手臂的伸展 吸气起 呼吸我们再来一次向侧面去伸展 去感受整个脊柱向外侧去延展 好吸气 呼气手臂慢慢放下来 如果你手麻的话就马上放下来 好我们换另外一次 吸气右手臂向上 呼气身体向侧面去伸展 去感受右侧 侧腰的拉伸 眼睛向前看保持自然呼吸吸气 吸气 呼气再来 手臂向远单去伸展 足骨要向下沉 臀部不要抬起来 好吸气起 呼气手臂慢慢从侧面晃晃下来 手放在两心上 闭上眼睛调整呼吸 深深地吸气 呼气 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 去感受身体能量的流动 好我们做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叫 坐姿单腿脊柱扭转式 好将我们双腿往前伸 好要被逆直 弯曲我们的左膝 用左手手肘去指住我们左膝盖 双膝盖跟手肘是相对抗的去发力 用手放回身体后 再用手指去支撑 要被逆直 呼气的时候 聪明地要追 胸椎 尖椎头部向后 眼睛向后看 好慢慢吸气 将身体收回来 好我们换另外一侧 换去右膝 右手去支撑住 左手放回身体后侧 要被逆直 呼气的时候 聪明地要追 胸椎 尖椎 尖椎头部向后 眼睛向后看 保持旋然地呼吸 好慢慢吸气 将身体收回来 手放松 双手放回 左前侧 调整呼吸 深深地吸气 呼气 好选择一个舒适做好 在做这个动作 可以做每个动作 做两到三次 还有在保持的时候 每个动作的呼吸频率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感觉 平常三到八个呼吸就可以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期的视频呢 是针对于手臂手 王冠杰统统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喜欢 Namaste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